在我们看南国律师之前,首先要问一下北国律师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北国律师 这个北国律师要的有什么东西呢? 他有九个朝代,二十个王,四个阶段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讲到的耶鲁王朝和我们的第四个阶段 现在我们看南国律师,南国律师他只有一个朝代,那是大卫王 大卫一个朝代,然后他同时也是二十五 其实大卫王里面,他其实经历十九个王 其中一个是从北国来的一个人,他只是串位做了几年的事件 但同时他也可以看四个阶段 那哪四个阶段呢? 第一阶段是南北国出席征战的时期 然后第二阶段是南北国联合的时期 然后是南北国再度征战的时期 然后是盛州王国的时期 那这个从北国律师上面看到有两个高朝 一个是第二阶段的高朝 也就是安利亚哈族的巴黎秦都在北国律师的高朝 然后在耶鲁王朝里面,我也看到 在第三阶段也看到另外一个高朝 这就是以色列国他从第一步律律 而最惠王朝来 这个也没有什么工作在这里面 那么在南国律师也同样 他也有很多高朝,特别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南北国联合时期 跟当初北国的安利亚哈族朝来是同一世界 所以他们经历其实是同样的事情 类似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温习当初 和北国律师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其实从我角度来说 南国里面最规范 我们最值得讨论的事情 是最后明天的 就是圣公王朝的示范 这是最高朝的事 好,我们来看南国的意思 南国大部分是有二十五王 那么里面可以看到有八个好王和十二个恶王 那么南国会怎么会产生恶王呢? 南国会产生恶王的起因呢 是由于所罗门的后期的一个动物 那所罗门为了他和众多人的贝民呢 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呢 他建一堂丘坦来重来的事情 所以在当时呢 宗教方面非常地混乱 那这种混乱的气息呢 风起在所罗门死后被淋留下来 所以成为南国社会上一个普遍的宗教重来的问题 其实代表了很多恶王 所以南国有往是好王还是恶王 那么多半取决于对宗教崇拜的东西的态度 那么现在的客户几类 就是恶王就是放弃这种崇拜的方法 甚至去崇拜巴黎 当时很多时候 于是第二阶段里面 他主要受到北国王的一个影响 当初北国的那些巴黎司令人 就是参入到 通过因缘关系参入到南国里面 那这里面好王也分分类 其实我是用一心二心来分类 那有一些一心二好王 据说对这种混乱的崇拜 进行某种程度上面的宗教改革 但尚未会是对宗教改革 据说这一类的好王 有一类这样的好王 但更好的一个二心好王 他背除了宗教改革 而去推动了宗教改革 这一类的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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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南国王里面 还有一个最好的王 可以看成三星 好了 刚才我们没有办法放到这一类的 也许 这个王呢 他不仅已经废除了 那等会我们讲 废除了 就在邱潭这个问题上面 他做了很大的动线 所以衡量这个北国好王的尺度呢 就关于在于 看他是否能够关闭 消除那些秋团 就是一个错误 那有些好王 有些好王 已经从眼中看了政治点 但他们没有废除那个秋团 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 那个人的献祭 那有些好王呢 把牛大城的各种秋团给去掉 把秋团从牛大地去掉 就废除掉 但是 约西亚是一个唯一的南国好王 他不仅仅的猶大地去掉秋团 而且从以色列庭去掉秋团 那么 为什么约西亚是这个王能做这样的 因为约西亚是处于一个圣寸王国的事态 就北国已经灭了 所以那个时候 南国可以进到北国去做什么事情 但前面的王比虽然好 但是由南北国有分割的缘故 那些人虽然在牛大地去掉秋团做得很好 但他没法夸过的边缘去到英国 到了北国去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政治 当时有很多好王他有这个限制 但是越西亚他没有这个限制 他是唯一能做的这一点 那么对于恶王来说 南国的恶王的恶行程度 相对来说比北国要轻易一点 但是南国有马来西 像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公开拜金牛主 侍奉马力 像这种人呢 在南国呢 也是比较 是exceptional 但是对恶行程度都非常的大 那么神对来恶王呢 这个一个惩罚呢 主要是信息外方的男公主 但是我们知道在北国的时候呢 神主要是信息 主要是亚安国对了他们 也对于亚安在北国的上面 但后面也启用了亚术 最终灭了他们 但是南国不也 南国他不直接跟亚安有关系 所以呢 所以南国他用周边的一些外邦人 来作为他的审判 你可以说 前面一个亚文摩雅和一栋 他是三个以色列人的远亲 远亲 然后呢 下面有A级 然后呢 还有培设 这五块地盘 那么 神常常用他们呢 成为南国的一个 一个城堡的共军 OK 那最后 法有东西 那当然是 罪过来结束南国的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但是神始终容忍他们的货 你想北国 北国他一起 九个朝代 一个朝代不行 神去灭了这个朝代 从一开始新的朝代 当然 在南国北 南国就是 他始终没有灭 灭就是这个大卫皇朝 OK 他是因为 他始终容忍他们的过败 是因为大卫的缘故 他不肯灭大卫 灭得牛他 而然 大卫的后来持续和作为 但是 尽管如此 最后 神还是 让南国 王国的原因 所犯于马拉西的罪行 神始终 犯于他的罪行 OK 神始终让 巨师 有的南国 做终军 这有打错 也不是养肃巴黎伦 让南国灭有巴黎伦 但是保证了 被有七十年的回备 这是对南国有这个问题的办法 但是如果说我们关注 耶稣的家族的时候 我们看到南国 因为耶稣家族的时候 南国就是王的一个 这有一些 在南国里面 一些不好的王 其实在马太人的 耶稣家族里面 被跳过去 我们会再讲 内容 我们会看到 但再讲 南国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一件事 非常清楚 看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一个王 神的眼神 看过正的事情 你就得到神的见证 如果一个王神 言语 看过恶的事情 你就得到神的状态 这件事情 这样一个原则 一定要在这二三个 在一个南国历史里面出现 OK 首先 我们看第一个节目 第一个节目 南北国初期征战的事情 主要进入三个网 第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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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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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 这个朝代 可以看的是 不合神的心意 因为罗伯安 一开始就是不合神的心意 当然 罗伯安 后面就做了 同样 第二网 亚伯安 这个人也是不合神的心意 但是呢 他在跟本国王的相比较下面 来说还好一点 所以呢 他跟 这个 也罗伯安 在征战的时候 神其实是帮助了 帮助了 这个亚伯安 那第三个网 亚伯安 其实是非常好的网 他是 可以看成二星的 二星的好 我可以直接来讲这件事情 这时候 罗伯安做 犹太王十七年 他行神远中 看恶的事情 因为 他建立了王 建立了国之后 他很快去对凡人律 他又驻台 驻向 建立了 正去完整 这件事情 所以呢 神在这件事情上面 非常的 开场生气 所以呢 神就要 惩罚罗伯安 他惩罚罗伯安 就是让 A级王兰 来碰哪 他 启用A级王兰 A级这样一个工具 但是呢 他神也通过 这个先知来 来责备 责备这个 罗伯安 那个时候 他也感到 直备认错 神结果 虽然他 A级来攻打 但是呢 神没有让 这个A级王兰 来摧毁 有啥 只是罗伯神殿 和王兰 保护 那当时 他呢 南北部有很多的征战 那些征战主要是 在这个 北岸边境 有一些 就是政治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们经常在征战 他死后呢 就是亚比扬来 去取他的 这就是南国第二个 那 那 亚比扬成为 他只是做了三年的王 但是那时候呢 他同样是 神远中的热的事情 但是神因着大魏的元格 仍然在 在扶持他 那 那亚比扬天上天 也不光征战 也不光征战 当初是北国的第一个王 他们征战 但是呢 他们征战 这个亚比扬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还是在承认 就是谴责 欧比扬被迷神 于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神其实是在帮助 在这样的亚比扬在征战中 从战神也有关 是 也有关不能抢神 OK 那个 他时候呢 是亚撒 继续做他的王 那 亚撒 这个王呢 是以色列上的地狱好王 他是有二姓好王 他是有二姓好王 他出去了鸾桶 同时呢 他也去一些偶像 而且去掉一些丘坛 当然 他没有把以色列的精灵 以色列的丘坛去掉 但有一件事情 使得神对他有这个 不高兴 在他在了36年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的 北国的王巴莎 上了来攻拿犹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来攻拿受到威勤 所以呢 亚撒王呢 就去跟亚拉王 要求亚拉王 背掉当初跟巴莎所建立的约 使得亚拉王可以从北部 帮助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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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来保护他结尾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讲北国的事 我们讲过这件事情 不知道记得还记得 其实我讲过这两条题 就是当初 就北国和亚拉有约 他们的约令 然后呢 但是呢 北国呢 又攻去侵略的南国 于是呢 是南国的亚撒王呢 就求亚拉王 去掉他们的约 而且呢 去攻拿北国 一直在结尾 那当时我们在北国的时候 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 从这里看到 亚拉王 他那个 他那个已经 历然的很强大 他会在南非国里面 起到举足轻度的作用 那么在南国 我们再继续讲这件事情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这件事情 不容成喜悦的 因为 亚撒王其实是在依靠的亚拉王 他去依靠的亚拉王 他没有去亚拉王 他没有去亚拉王 因此呢 通俗之后 神不再不 持有这个平安 给他这个平安 给他这个平安 他死了 他死了之后呢 就是他在约沙 就是在南国王里面 很著名牛王 来做 于是呢 他经历了第二阶段 就南美国的联合时期 这里边经历五个王 那么这个时期呢 可以算是可以的 他们在 在那个 宗教上面呢 经历了一个非常黑暗的阶段 由于这个时期呢 他险些撞送到大亚拉王 可以看出差点 撞送到大亚拉王上的这个时期 那前后都是好啊 约沙拉王是很好啊 约沙拉王是很好啊 后面约沙拉王也是很好啊 中间都是一个恶王 使得那个 一看游戏的人 约沙拉是雅哈的女婿 这个 雅哈县他也是女婿 北国的女婿 这个雅哈利亚其实是 雅哈的女儿 而是因为他是进攻殿正面的缘故 他做到这个王的缘故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看到巴黎的势力呢 他往前参车到南国 而现在他就撞送 最后他就撞送大亚拉王上 所以这个时期呢 是北国雅哈 现在我首先讲的一个 概率 概率 就是说他当初是北国雅哈的时期 巴黎的势力非常调调 而且通过南北国的英亲关系 巴黎势力参轮到南国 最后引起雅哈利亚人夺权的参议 显以葬送大王朝 甚至在谋动場上 南国极路面走到一个很大的弯路 但军上面 南北国狸磇力为的英亲关系 也聯合起来 同时在对抗雅哈 WEA的危险 urch 第一点是 precise 约拉 destroy 他 tamor станов了特残 很多好事情 就從耶和華宇宙看了正的事情 是因為他父親的緣故 因為他拒絕父親的作為 除去了剩下的軟筒偶像 除掉劉大一切的秋毯和墓 但當然他沒有除去掉一切的秋毯 神給他的獎勵 他是神就讓劉大石頭的列國 對他有恐慌 就不敢於約翰華來征戰 周邊的國家不僅不敢於他們征戰 而且都必須向約翰華來進攻 但是耶和華後來自己強大之後 他有一種尊負感 就是這時候他的驕傲起來 他就為了美國人 北國亞的激青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他讓耶和華 他自己兒子越來成為亞和華的一個女婿 所以這就形成了當時北國和南國之間的陰性關係 當時我們跟北國手講過這張圖 他們之間的陰性關係 當時北國是以霸主的制裁來清雲南國約束 約翰華基本上是以一個附庸的地位去從於亞哈 特別在一件事情上面 約翰華幫助北國亞哈的王 去爭奪激烈的拉末 去跟亞拉末去作戰 顯一戰史 這件事情我們在加倍國律師也講過 當初說神其實要藉著這件事情來 來滅了亞哈的 因為先是當初跟亞哈說 如果你要參與這一戰的時候你肯定會死 但是約翰華幫助他 幫助北國王的時候 大家記得他當初讓約翰華穿了他自己的服裝 從戰場 把亞拉末自己來穿平時的服裝 結果在這個戰場上面 他以為別人會針對約翰華 其實那些並沒有起罪約翰華 然後把亞哈王給殺死 因為這整個事情是神的旨意 不管人家怎麼去改變的東西 神最後還是用他的方法 你想不到的方法來達到他的旨意 但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說約翰華去幫助或是幫助 不可以去改變神的做法 但是神真正對他 對到不容神取悅的地方 約翰華當初想把他的一個姿態 這是部門誠實 他不應該去做的事情 他不應該去幫助 就是被部門去做的事情 因此在這件事情上 他受到神的一個責備 由於這個約翰華的錯誤 神就給他一個責罰 他的責罰就是讓我雅雯和雅雯雯一起來 攻打約翰華 但約翰華在受到這個責罰的時候 他很快就感激到這裡 他在尤達舉行全地的一個禁止禱告 來靠上兩個戰利 之後呢 神又繼續讓他有死定的一個平安 然後他死了之後呢 實際上他是約翰華的繼位 那約翰華這個人 他是跟那個北國的一個 李序其實是他取了雅哈倫的妻子 所以這個人呢 是非常跟他自己不一樣的 他生成惡的事情 他同時在尤達 而去建築 他不是在去除去除的一個秀蘭 而是建築的一個秀蘭 所以這一個秀蘭 所以為什麼呢 神爺對他有很大的關教 就是正當時讓尤達人來背叛他們 那尤達人一直在尤達人間 但是這個時候呢 他神就讓尤達人來背叛尤達 那麼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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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三 而且是他們 那個 這也是對他的一個折迫 後來很快出現的事情 趁他菲利西人也來共產院 親和敬畏 去出瑞國皇宮裏面所有的一財後面 越來的時候他拿了雅哈縣繼續做他的 雅哈縣也是新生涯的事情 因為他母親就是雅漢利亞 所以他自己也是雅哈的家的女婿 所以他的母親就是給他出貨化身 是他的性格 後面就說他做了兩年王就 他做一年王就去世了 是因為他跟雅蘭文 他和北部一起 來跟雅蘭文做一個聯盟 這個聯盟是他去撞上北部 這個確實是撞上北部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在北部一起講的很清楚 那時候神已經定義要採出北部的雅哈王朝 來接受巴黎的陰險 所以當初神就做了一件事 他叫伊麗莎來按照他計畫來告雅 其實雅蘭文做了雅蘭文 這是一件事情 以此來對付北部 同時神的伊麗莎來告耶復做伊麗莎王 來接受雅哈王朝 神當初做這個聯盟是 當初我們也看到 但是問題是雅哈縣正好遇到這樣的歷史關頭 我們當初看了石家北部歷史 我們看了三圖 後來整個歷史進了這個案子之後出現的 所以當初就為了對付雅蘭 雅哈縣和北部王雅蘭 雅蘭一起跟雅蘭王爭戰 但這個時候雅蘭王的姓王 就馬上打敗了 而且是雅蘭在戰爭中受傷 於是雅蘭就跑到約斯列這段一次了 正好雅哈縣正好去看他 也到了約斯列去看他 結果正好遇上北部歷史的政變 政變過不僅僅把雅蘭殺掉 同時也把雅蘭王殺掉 所以這個事情可以看到 總算表方可以看到 所有巴黎勢力和國文軍都已經被圈滅了 但因為雅哈縣有取勢員工 所謂引起雅蘭利亞的一個政變 雅哈縣被殺可能會引起很大的一個震撼 因為他的王后 雅蘭利亞看到他自己的兒子被殺掉 於是他又起來要剿殺王室 公然要奪取由雅蘭王衛 他的政變就舉行公平政變 幾乎要斷送了雅蘭王的命運 但幸好雅哈縣在唯一的一個 他只有一個幼稚 就是一歲的幼稚 於是在他估計的保護下 他躲過了什麼一屆 六年之後呢 又在吉斯揚和亞大的 一個有名下年 他就橫小才七歲 成為一歲的保護 同時呢 他們又帶給大家清楚巴黎的影響 就拆了面子 打碎了彈衡 殺了巴黎的吉斯 而且這個時候他們也 就是給他的臉殺掉了 接著打青年一個同事 所以 我們就看到 一二十七歲 登了王衛 是在 約和約大陸領導下的 他當然是青年的政治事件 看為政治事件 但是在 他做了很多好的件事 就是雅哈利亞幫助 把美國的巴黎 到南國來的時候 聖殿遭遇到很大 破壞 那麼約和約大陸領導下的 約和約大陸領導下的 收集百姓的很多奉獻 來修理這個聖殿 他做了這麼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的 約二十五歲 因為他病年輕 他所做的這個成就 其實是靠約和約大陸的 扶持隊員 把握插自己 這後來約二十五歲 約二十四歲 確實盲莫地聽懂其他的所謂 又放了他去從事 兩下約和約大陸領導下的事情 而且這個時候 約和約大陸領導他兒子 山下戀死了時也被殺死了 於是神又借著約蘭哈修來攻打耶布萨爾 來懲罰於約蘭斯 這時候約蘭斯又向雅蘭求和 後來他被他成為為殺了 他的兒子就是雅馬縣的結局他作夢 於是就結束了第二階段 所以這裡是我們所看到的南國的第二階段 下面是第三階段 但是我估計沒有時間再繼續講這個事情 所以下次我們就會講第三階段 然後講第十階段 真正南國的高層是在第十階段 還有八國 重疆 我們所謂議員,將來到高層開始 乾脆 乾脆又是開始了 要住入學院的青春 代理從從頭到尾的聖人引導 從今天要繼續來看南國的歷史 看一下我們心 從真正從我們心中的明白為了 為什麼你要讓你的子 有大理過走向王國 他對我們有什麼教育意義 我們如何做才能和你的心意 是共產黨把真正的民主 用你的子力 成就你的使命 感謝你這樣 奉主基督名求 阿們 上次我們看到了 講了 就是 開始了 南國歷史 我們講了兩個階段 大家還記得不記得我們 第二階段是什麼階段 第二階段 其實我們南國 不管是南國還是美國 他們其實在一個時期裡面 都經歷了一個 宗教的 非常黑暗的時期 尤其是南國 他們幾乎是 會讓 這個 劉大 這個 朝代 差一點 被 亞利亞所毋滅 所以呢 後來是因為 其實的 亞和亞大的 功勞 使得 這唯一的一個子孫 這個約阿斯 能夠 能夠僥倖的過關 使得 我們能夠 走過這個 第二階段的危險時期 來到我們第三階段 那麼第三階段呢 就是我們開始今天要講的一個 和第四階段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 那這個階段裡面呢 基本上可以看的是一個 比較還算比較豐富 祝福的一個時期 因為這裡我們看到 紅顏色的好黃 他們這個階段有四個黃 裡面有 四三個是好黃 然後最後亞哈四大 是有問題 最後導致的 本國的亡國 所以在這個時期 其實是因為 不管是在北國和南國 都是 蒙神祝福的 因為當時就是 國際形勢上面就是 亞術開始崛起 而亞蘭呢 開始衰落的時期 神的讓國際形勢 來有利於這個 以色列國 使得這個 大家在對內的發展 對外發展裡面 都能夠 因著國際形勢變化 而有所造建 能夠達到一個 在他們不管南國 都達到一個 相當匯防的一個時期 這個時期裡面呢 我首先有 就是亞馬蟹王 亞馬蟹王這個王呢 他是 是一個好黃 行這個先 神明中的一個 看為正的事情 但這個人的做事呢 雖然行正事 但是呢 他的心不是很專程的 也沒有廢除那個秋台 但是 神在他身上的 成就一件事情 就是讓他 在沿湖 殺了一萬個 以東人重新 重新獲得了 亞蘭所失去的 那個以東人的治療權 那這件事情 要追溯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因為是亞蘭的問題 約蘭這個王的 作惡的問題 神呢 為了懲罰他 使得 這個以東人 脫離 脫離有大的 的掌控 現在呢 神意思就是說 讓亞馬蟹 重新把這個治療權 重新墮回來 神在對他身上 一件事情 完成之間 最後一件事情 但這個人 雖然是完成了神 這件事情呢 但他卻把 移動那些神像 帶回 這件事情呢 引起神 對他的 懲罰 那在他 打完這個移動人之後 這個人呢 心高 心高氣傲 於開始呢 他要主動挑戰 這個 這個北國的 北國王岳亞斯 所以南北國 就是重新開始征戰 所以這裡是為什麼 這個第三階段 我們看的是 南北國 再次征戰的事情 但是在這個征戰裡 神事實上 要藉著 要藉著 藉著這件事情 來慘化永遠 OK 於是呢 他們兩個 南北國 就是相見於戰場 結果是 南國是大敗 大敗之後呢 瑞亞斯王 就 來到耶路撒路 拆毀城牆 奪走的聖殿 和往共一邊的 敵律敵 後來 六十三秒 出現探討 所以亞馬鐵就被殺了 他的兒子 就是 亞斯利亞 就是繼續登位 那亞斯利亞這個人呢 又通常我們叫做 烏西亞 烏西亞王 那這個人 登王有五十二年時間 他雖然不是南國 最好的一個好龍 但是呢 他是南國登 登機時間 最長的一個好龍 OK 建立五十二年的時間 所以呢 他 這個行李聲音 為正的時間 但這個人呢 跟前面的 他的父親不一樣 他是定義尋求神 於是呢 神就與他相同 他做得很好 所以呢 他在不管內政 還有軍事 還有生產方面呢 都建立了很好 大大的擴展了 有大的獎餘 所以這個時期 你就看到 在哈魯的下面 就是說 你重新看這個地圖 你會發現 他把那個 菲律斯人呢 曾經壓縮到 沿海邊的那一條 很狹長的地帶 在東面呢 他讓那個 雅蒙人呢 進攻 在南面呢 他就把他的 地牢 他就發展到 這個 這個A級 這個接壤的邊界 他的名稱 也很大 傳到A級 其實在這個時期裡面 北部也很大的發展 其實前面我們說過了 那個時期的國際性質變化 實際上的國際性質有利 所以他們 不管南國和美國 都能夠繼續地 很好地發展 但是這個人 最後也是 興高欺傲 他最後也是很驕傲 他 他不敢犯人 也不化身 他以為他 也不化身 要做得很多 於是他 要進店 親自地 在香港上燒片 這件事情 他不能做 最極致的 但是呢 他被了自己做 同時也阻擋 當著祭司的一個規劍 神在這件事情上 要懲罰他 結果他生了那個大麻烹 直到死的時候 後來他老兒子 越旦 治理了過 只能由他的兒子 越旦 來治理過 據說 以賽亞跟他有直接的關係 以賽亞的父親跟 烏西亞的王的父親 就雅無邪 我剛才說過雅無邪 是兄弟關係 所以呢 你看這個 這個以賽亞和烏西亞王 是什麼關係 應該是克魯 其實是 所以呢 在烏西亞王死去的同一年 以賽亞就是 蒙遭作弦子的 所以在後面的一些事情上 你會看到 以賽亞一直在工作 作弦在工作 幫助劉達人 劉達人 好 好 現在我們看這個 約旦登基呢 十六年 他也是一個好天 他呢 繼續呢 效仰父親的 所做的證實 當然 他修臺沒有被背去 那他主要做的功勞在的地方 就是他建立的聖殿 北上 又在優達山地呢 建造成衣 在樹油中呢 建築這個 林災和高等 這件事情 所以由於他這樣的一個 在神父面前做的一個好事情 所以神父就幫不了他 特別是幫助他打敗的 也很容易使 優達人 不斷地 不斷地強行 然後他死之後 他的兒子接班人就是 雅哈斯 雅哈斯這個人在 不管在北國歷史 和南國歷史上面 是一個著名人物 那為什麼他是著名人物呢 因為他是這麼處在一個 歷史觀點上面 他這些做法呢 直接導致歷史上面 一個很大的事情發生 嗯 那在這個人 這個人不是一個好王 他是心眼尊 神眼的惡事 特別是 他受召了巴黎的下 並在邱潭上面 邱潭上面 邱潭上面 山崗上面 敬拜的少先 但是他現在 他的 正好是出於一個歷史觀點 什麼歷史觀點 就是那個時候 神就是要定義 讓外邦人來消滅北國 因為北國那時候 我雖然經歷了 前面 也羅巴黎的時期 神的恩代 但是呢 他一直是 一直是 固行 來 被所有的神 定義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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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后出于这个历史关头 从国际上来讲,那时候亚述已经崛起 从当初的情况下,本国和亚兰就联合起来对付亚述这个力量 但是他自己的力量不够,即使联合起来的力量还是不够 他们希望南国也加入他们的党络联盟委员来进行对抗亚述 但是南国不一定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他怎么做呢? 所以本国亚兰就联合起来攻打南国 迫使给南国家务队 所以当初是这样的情况 但事实上他们是扳手扎自己的脚 为什么呢? 因为南国的亚兰就向亚述王走一条后门的路 使了他来帮,要亚述王来攻打他 能使他来帮南国来解决 结果亚述王真正是答应他 于是让他去攻打亚述 就攻下了亚述,而且亚述就灭了 所以这一切丽莎普达的一件事情 所以前面我们讲北国历史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到这样的图 就是亚述和北国联合起来 他们要攻打南国来要挟他们 但是南国就求救亚述 亚述结果就去攻打亚述 亚述就是北面 但亚述直接北国就抱在亚述面前 完全抱在这个面前 所以北国也处于有非常大的危险 后来其实不久在七二十年的时候 就是亚述继续去攻打北国 北国就是这个 就立场就发生了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以色亚书里面呢 也有很大的记载 特别在七到二十年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虽然这样北国 难怪我们也常常把一些签字书加到里面 来看到它的历史作用 尤其是在以色亚书七到二十年 特别讲到亚述斯的事 所以他就记载了当初以色亚乡南国亚述斯所做的工作 那么这个里面呢 在《猎王记》上下都没有记载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一定要从天初里面看到这个情况 当初所以通过亚述斯这个历史篇上 以色亚其实在责备犹大的向阳述求救这件事情 是没有依靠神的 结果是有办法入侧的 其实最后出现问题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产军 以色亚就预言将来神的拯救 所以我们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的 那是属于以色亚的书类 以色亚的出生身份和全体 去展示出以色亚加美国的一个媒体 都从这里来展示出来了 但是在这里面呢 特别是以色亚讲到 以色亚是当时所面临的事情 就是当他受到美国和亚述 王的邀请的时候呢 神呢 他就用某种方式来传来他的意义 这个信息给他 特别呢 以色亚的儿子取的就是 赛亚耶稣 那么他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以这个同女怀疑生死 尼玛内地呢 作为大神迪的计划 和赵徒来预言神的一个拯救 所以以色亚这样做 所以以色亚这样做 神要以色亚这样做 目的就是要鼓励 就是亚哈斯坚持终领 不要向以色列和亚文军屈服 同时也不要向亚硕的求助 担当养王神 这是神的意思 但是呢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 他局势越来越紧张 所以最后 就是以色亚给 显喊 以色亚给亚哈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安慰 没有奏效 那按照王霞的计诊 因为亚哈斯坚持终领 就向亚述求救 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看 也应该去求救 求救之后呢 所以他就不听从亚哈斯坚持终领 不愿意尽民安静等候生的人 就反而自作主张向亚述求救兵 这件事情造成极大一个后 以上极大一个后果 所以呢 于是呢 神迪的政事的时候 他做这个时候呢 神迪继续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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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来看 就是亚述当灭了亚安之后呢 亚哈斯那时候还很高兴 他没有意识到大火临头 他居然还向道远主 亚述那里去 向亚述而表示感激和消动 他要仿造亚述那里的祭坛 来造他的祭坛 人生就篡在这个圣殿的规则 封闭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 是这样的一个圣殿 那他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西西家有机会 于是呢 我们进入第四个 其实 亚哈斯四个人是一个不好的王 但是他的子孙 其实 西西家有非常好的王 那我们进入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就是 其实是 南国历史上的一个高潮 也就是最 这些我们如果看的历史的话 也是我们会感觉最 最excited的 某文 但是呢 他这个比较复杂 所以我从两个块来讲 第一块呢 主要是讲到前面四个王 就是这个四个王 那个西西家到约西 然后中间有两个坏王 这个可以看成大 大落的时期 为什么呢 因为 南国最好的王 在这个时期里面出现 但南国最坏的王 也是在这个时期里面出现 所以你看 这个西西家有很大的属 因为大复兴 但是呢 由于后面两个坏王 将那蜀明大复兴 彻底很顺 然后呢 越下来以后 开始更大的一个蜀明大复兴 但是呢 由于他最后 最后几个事情 就是他 呃 等着我们看了 最后这个复兴 被中断 结果冲死之后呢 就是南国最坏王 就是南国最坏王 所以我首先看这个四个王 那四个王 西西家 其实是 他是 做了很多 生命中 抗卫症的事情 嗯 特别 他讲到的是 就是打开了他 父亲 父亲不是说 他把这个生命文 给关掉了 关闭了之后 那重新他就把它打开了 拿起了挺重新的修正 清洁 然后又带了很多的 技术 技术 他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但尽管他呢 做了很多分手的预防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局限性 他没有汇除这个 这个 这个 他没有去汇除这个 这个 他没有去汇除这个 但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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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里面 我主要我们的 看的是他 现在是三件事件 第一件事情 就讲到 西西江五公里 然后西西江增加授数 和西西江十万里 所以从时间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 但是东西 没有那个时间 就是第二 西西江五公里 所以应该在前面 但是他的技术 就放了这些 OK 大家去看 那个 那西西江登位之后 那 其实他面临很大的挑战 什么挑战呢 就是他 第七年登位 到七七年的时候 北国就灭了 北国灭了 那北国灭了 对他 南国来说 其实是有直接的威胁 因为 北国在南国的北面 这个屏障 突然这个屏障没有了 那南国的治安 就暴露在这个 那果然 在14年 再过7年的时候 杨树王呢 西纳尔基利呢 西纳尔基利呢 到处杨树王 那个外国叫西纳尔基 呢 就入侵犹打 再拉结一战 OK 所以呢 这里面就是看到了 什么叫做 雅哈斯的隐藏怒射 因为雅哈斯做这个事情 他把杨树被灭了 结果是杨树被灭了 然后北国也灭了 最后呢 南国也造势发现自己的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隐藏怒射 怒射的意义 那么要看见这个事情 要我们看看地图 这张地图很苦达 我也去分明 但是就是过一下 那当初这样的情况 就是雅树王 就是西纳基利他的父亲 去世之后 对后来就说 因为他确实这个行事有所变化 所以呢 很多的他的父亲国呢 父亲国呢 开始也是反叛 开始反叛了 就是包括有很多是 尤党 包括尤党 这支魔奖和杨树他们都反叛了 但是后来就说 他儿子就是西纳基利上 他要镇压这些反叛 所以他就吸行 他也向他军队来吸行 来镇压 那这个镇压过程中呢 他就跑到的尤党 都有地方 对 这么样的尤党 所以 在西纳加14年之后 雅树王呢 辛辣基利一居入行尤党 在那拉结 在靠近于下面 就是靠近于尤兔 下面 这个炸鱼 虽然 去西纳加14年之后 雅树王到15年都不赢 但是 仅仅仍然呢 要派他大将去围困 围困尤兔兔 比如全所尤党人 也要偷袭 所以对当初来说 西纳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你快要王国 就是大费民 其实并民城下 你还会要王国吗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西纳加你说 他是一个好王 就在于他 事实呢 他求告神 他那时候呢 他就求告这个 这个 先知以赛党的帮助 以赛党就 就告诉西纳 不要害怕 就扬言 就是雅树王呢 他会听见什么风声 然后呢 他会归归本地 将来在那里北上 就把他 后面有可能的发生 就告诉他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不要这样去待 那果然的雅树王呢 他就是 就听到那些风声 听到雅树王呢 要有场征战 于是呢 他就 他就离开了大街的地方 但离开之前呢 他又写了一封 非常泄露神的信 的戴到夜上 试图要恐吓了西纳 战士们刚才偷强 然后呢 西纳加的时候呢 又是很明智的 把这文字带到神殿 很久 非常 非常 那个 这个 尊重的下生 来祷告 是否能通过以赛亚来 告诉西纳加呢 西纳加 西纳加 尊重的下生 那果然最后呢 这后面就是说 我们看到 以赛大列 神轻自动手 他也怕死亡刀流 已经 终于杀了18万 五千 西纳加 就是 西纳基的塔路士 能 赶快可以到 他自己 去 那在这后 他回去之后 又被他 他是杀死 所以这段时间 我看到 南国当时 面临的亚树的危险 但是呢 西纳加 靠神的帮助 躲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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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下面的事情 记载的是 关于西纳加 增加寿数 我刚才讲过 这件事情 其实在前面 应该排的理解 从世界上来写 因为 他总共 他登为二十九年 然后呢 他又增加十五年的寿数 你算 他是在祈求这个时候 认为他十四年 之后 应该是在这个事情 然后呢 西纳加 并为一次问 他求神一致 神通过以赛 的应用 祷告 就给他两个应血 一个是 增加十五年的寿数 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保守 也就是他 不会被 给亚数的贡献 这是这个事情 OK 所以这其实是 神答应他 就是增加 特别是 增加十五年寿数 其实这是神迹 什么叫增加十五年寿数呢 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他要 日盈倒退十度 以政治 他按照去一下交流 他就说 我怎么来 你怎么想想我 我这样子 平衡的神迹看 就是让日盈倒退十度 以政治上来说 我们觉得日盈倒退十度呢 就古代人 他们算时间 是一个日规 日规就是像一个钟一样 但是 它不是 季界针 它是一个 太阳 射下来的影子 OK 这个影子在转 就是像一个钟一样 不改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通常来说 他们一直在这样走 在走过程 他说 我使这个影子 叫倒退十度 从来再走一遍 OK 倒退十度就是 从 实际上 就是说 他把时间停止 停止下来 停止一段时间 然后再走 的意思 那倒退十度 当然可以算一下 走过三百六十度 看 三百六十度 一天的时间多 是二十四小时 看 你算一下的话 十度是多少 四十分钟是对 就是说他把时间停止去都能弄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那其实在以色列人的避史当中 这样的成绩 这不是第一次 我们记得在耶稣亚记里面 我们讲到 就是说 耶稣亚在打 那个 过了耶稣 打那个 这个 他打了三个战域 一个中线战域 然后南线 然后再到北线 这三个战域 这么安排掉 他在打中线战域 打南线战域 他跟一个武皇作战 就是大线战域 那 当时呢 他在作战的时候呢 他就做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祷告 这祷告他就求告成 要日头停战 鸡片 让月亮 只在 压阳各府 这个地方 以至于 查一次的 他现在 这样一个祷告 但于是呢 神区运动 这样一个祷告 于是你就看到日头 就停下来 月亮也是做的 OK 大概前后的有 一天多 所以这是 这个 这个在艺术雅基 所出现的一个 另外一个 神让 神出现神迹 他可以让时间 暂时停下 全神迹 那 如果我们看了神迹 这就是 这就是 一本大学的本书 就是 他就讲 耶稣洋的 常日和 英文哈斯的 一个科学的本书 他就想 后来在NASA 他们计算的时候 也发现 就是在 多次计算 都发现 就在天下系的时间里 成为了四个停满 一次是大约二三小时八分钟 另一次是四分钟 我看 这么奇怪 正好是符合神迹上 所讲的事情 当然 我就是搞天文 我也不懂 这一个计算 我愿意让大家 来看看 它具体的实质是怎么算 第三件事情 关西医家 就是刚才西医家失败 西医家的时候 其实是 从国际上来看 是 巴比隆当时还没有崛起 另外也是 成为一个 亚述富翁国 这个时候 从地图上来看 亚述富翁很大的地方 巴比隆在下面 是紫色的 但后来 你会看到 我们现在讲的 回归地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开战 不断的 局势会演变 现在的情况下 巴比隆开始 跟马戴这两个国 要连合起来 连合起来 要反叛和亚述 出于这么一个 一个国际状况 所以在巴比隆要反叛和亚述的时候 他感到他自己的力量当国 所以他就派施者 到西西加那里去 希望我们的南国人 跟他合作 和他们一起来表达 跟他共同队 亚述 他这样的造球 而恰恰在这件事情上面 西西加变了一个跟头 西西加做什么事情呢 他就把他面对的 巴比隆的死者 他在死者面前展现了国中一切的一个保护 西西加这样做 是把神所赐给他的 当他自己的荣耀来求神 来以求人 结果 是这样做的一个事情 那于是 对这件事情呢 其实神是对他 其实是 不喜 不悦纳的 所以神 借 为此让 以赛亚的地方 他跟犹大奖 加入一辈子的本收藏 这有西西加说 当然是错误 那这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下 西西加对我们有什么教训 我们这里的西西加身上需要什么东西 神对他来说 对西西加的人 帮助实在是太大 你看 所有的南国的王宇派埃 真正他接受神 最大帮助的朋友 就是西西加 没有第二帮助 他帮他做了很多事情 治好他的病 然后 不觉得他变成心上的气候 这是他骄傲的一个形象 这个是人很难去批评 比如说 你自己 比如说 假如说 你接受神的很多恩惠 神的很多帮助 或者你也为神的做很多事情 那时候你就感觉到 你有资格 在神面前向大家是 高兴有资格即可 其实是 我们真正要避免 最警惕时间 就是这个时候 南国的王宇派 一个一个都翻证 最后的原因 都在神 都是在这个神帮助他之后 他又有个姿势困扬 高了一顿 就是这样一个地步 结果是造成神的 被批评 所以其实我们也许也未曾做了很多 但其实我们有什么指教的 其实我们一切都来自什么能力的 所以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个谦卑的心 那在路加福音这里边 我很喜欢一句话题说 一是在讲与比例的时候 他就说 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分布的 只当做我们是无用能复耳 所做的本数能应该做 没有什么指教 所以西西架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马拉西九之纪归 虽然西西架是那么好的一方 他的儿子却是一个以世上最坏的一方 很吃惊的一件事情 他做完五十五年 他于去世复兴的背道而起 最有的条件 他特别做什么事情 就是消防加拿人 和北国那些牙家的人一样的去侍奉那个家神 甚至在圣殿中设立某厢和祭坛 他做得非常不好的事情 神就发生了讲过一个很大一层的说明 因为他的无作为 神当时就惩罚他 神就要把他带到八坑去 这个时候其实马拉西还在最逛季的时候还谦卑下来的恳求神 最后是保守了他们的供兵 由于是他以为改 为改去掉了外邦人的神像 和刺灭谷的偶像 重新修掉 整修后的立法皇帝的圣殿 但是 马拉西的为改已经是无法弥补 他所犯解了一个套牌的大罪 他所犯解的罪是由大罪终灭亡的直接灭谷 由大罪从此也被捕 那他使过他的儿子继位 那他儿子继位呢 他其实是孝同他父亲同样的一个恶行 而且是调格偶像 而且不尽无知 他还没有想到父亲的谦卑 他是他所犯罪越来越大 最后呢 两个月被他的城铺杀死 那他杀死之后呢 就当他儿子越西亚继位 那越西亚这个人是说 也是一些南国的杀美之旅游 可以说是最好的人 这很奇怪 这个阶段 两个好王之间参加了一个人 我最关心 所以因为也许啊 当初前面的事情发生 神就是怕是要灭 灭 就是这个犹大国 但是因为也许想是 犹大国中少有的好 省会一直推迟了对他的审判 推迟对他的审判 那西亚登记很年纪 才八岁月登记 那做王山是一年纪的 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他登记过的 汪秦宗舍神的律马 在律马中 他一看起来是一个改革最测的一个好王 他特别收集百姓 和风静的影子 来修理这个神殿 当然在修理工中呢 他又得到了一个律马书 就在这个乐会方面发行律马书 其实我们从生命里面看到 博西在写了律马书之后 当初呢 把律马书教育 台义越贵人那些人 其实最后一直放在越贵人的神殿旁边 但是很多很多时候 就是那些王 王一忽略了这件事 根本就没有去看律马书 神教堂七年要看一次 而且要怎么去学 但是他们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么现在越西亚呢 得到律马书 他前面也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他读了之后才发现 这个神律马书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他就才明白过来 他们之所以 他的祖宗遭到神这样的一个惩罚 但是由于没有证据神律马书 于是呢 他就非常的 牵扯地来 忏悔来认证 而且呢 他就猜人 猜人去问神 去说 他的命是怎么样 他们来问命是怎么样 但是神已经定调了 架禍这个书大帝 但是神允许他 就是我这样做不会再次的时候 做这件事情 就是再次的时候 他不会一直对柳达的本境 跟这个惩罚 所以他得到律马书 最后他做了很多 宗教上面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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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改革的事情 他特别遭受了 召集了百姓来形成律马书 把一些立志来首约 除掉了偶像 也废弃了半偶像的这些人员 那这时候呢 有先知出来 先知西班牙 西班牙其实对于书亚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自己开始说出了 而且呢 因为西亚拆除了尤大国中所有的 秋毯和集团 但他不仅仅拆除尤大国里面的秋毯集团 而且他把那个 北国的 因为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了 其实人还可以过去 然后把 在北国的 那些秋毯也被被除了 嗯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应验了 当初就是在北国 北国帝王 就是以沃安所 神对他所 做的惩罚 神当初给他四个惩罚 其中最后的惩罚就是说 我要兴起一个 名叫列西亚的刘大国 把那个 秋毯集团杀死在台湾上 那现在的 约西亚 其实 就是他生了这种意义 他就是把这个秋毯给 结果他就去掉了 这件事情 就是先不当初所说的这个意义 所以 虽然约西亚 虽然他实行了 最彻底的宗教改革 但是呢 因为 马达西的罪行呢 尤大仍然要面临 亡国的一个命运 就是这个 这个金木档 这样子 虽然有很好的一个罪 在他之前 在他之后 没有一个罪 像他这样子的 但是 我对于 就是 马达西的这个事情 就是 神一定要去 去把那个 就是 灭灭 结束的一个 冬超 这时候就已经是有 这个 也已经先知开始工作 他这个事物已经预言 虽然 他预言里面 虽然说 有大国会王国 但是同时 给出将来救助和复兴的希望 这些事物 最后呢 叶瑞尔呢 是死在 这个A级 罚了 一个的手下 这件事情其实是 以瑞尔最后 做了一些 蠢事情 不好的事情 最后也是 他的 那个 宿教改革 得到了 就是 啊 中断 的一个 直接的原因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比如说 巴比人开始 圣经 开始 开始 然后巴比人 强纳起来呢 就开始 对亚述 有一个 逼迫 亚述 于是呢 跟巴比人 作战了 作战了 但是 亚述那时候 力量已经不弱了 他自己对抗巴比人 也不显得了 所以他向 A级那时候 还是很强 所以那时候呢 他向 A级的 法老 尼哥的 求 求援兵 于是呢 在A级呢 其实 跟亚述 联合起来 对抗巴比人 对抗巴比人 A级他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 我来帮助亚述 其实他主要目的就是说 如果我不帮助亚述的话 亚述一旦被灭的话 巴比人很快就会来侵略他 A级 所以他先坐前面 他非得要去 防止巴比人 来募勤A级 为了做好这件事情 他首先要来帮巴比辰 OK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呢 人知道 亚述是为了他好巴比人 他跟南国和巴比人 有一个友好关系 为了他好 他让他擅自去主导巴罗 巴罗的援兵 他不听从神借一个智客所说的话 结果呢 他就被巴罗的弓箭所为射死了 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怎么叫做不听神借一个智客所说的话 这句话听起来 神怎么会借一个智客说的 给他参与 这完全可能 但在猎王际下 他没有完全把这件事情听清楚 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 你来之下里面 有一段 把这里红的一片打算 看得很清晴四处 我 我今次来不是要来呼吸你 乃是要来攻击你 我正在指甲 而且是有神的 告诉我 叫他不要去反映这个神的事情 所以讲得很清楚 很远 所以当初情况是这样 就是亚述和A级联合想抗 抵抗了那八个人 然后呢 A级的台队连兵过敌 但是呢 又想去主导这件事情 但没有主导这件事情 反而是被射死 反而把A级引到 他那个Auto指向的流大 你后面就看到 整个后面的历史就看到 不是巴黎人直接跟尤达 都会起 巴黎人对比 他都直接尤达 而且是A级的问题 A级的产品 才能有问题 那是因为 耶稣亚生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耶稣亚的事实 是一切的改革遭遇到了中断 因为他没有精神的经浪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的 据说 当尼哥跟耶稣亚说 你不要阻挡我 OK 神告诉我 当尼哥 耶稣亚凭什么来想你 因为他不是属于神的人 是不是啊 他说 我是奉神来去做 在你 你不要阻挡我 那他凭什么来想你 耶稣亚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来confirm对 对 否则他怎么能够 就说 我不阻挡你 我精神的命 我不阻挡你 对啊 你当尼哥说 神与我同在 他讲的是埃及神与他同在 对 他完全不明白这个事 然后他就说 我的神比埃及神大咯 对啊 他狠狠的不平静 是不是 但有一件事他没有做 我让我狠困神来 因什么事情呢 所以他祷告 嗯 特别呢 他有先知 我当时可以找 找先知去求问一下 嗯 OK 他没做这些事情 就擅自上去知道 结果犯了一个大的错误 但是 但是那个是 外邦人的 外邦人的神 他很可能就 得了那个佛事 但是神也可能 接着很多外邦人 甚至于 你现在神也必用外邦人 来做事情 对啊 神不是说 他比如说很多 神也有做的 善事可以通过他的 一些恶人的恶事来成就的 所以他往往从外邦人 就把外邦人做成一个 一个什么 是一个工学 他可以来尝尝 他也可以用外邦人 做一个心理的传道 甚至 那如果今天用了个 非基督徒 来跟你说 如果今天有个 非基督徒来跟你说一件话 你是不是也要 你要短告 也要短告 多多 你最后就看 很长时间就搞绝了 这个实际 其实是你 如果跟神有很好的一个 connection 或者说你经常短告的话 那你 你里面有一个善意在里 会感动你 或者会阻挡你的 通过再打的话 你可以confer 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大卫他的态度 我们就可以学习 你看他每次跟非力士人打仗 虽然打的还是同一个人 可是方法都不一样 对不对 他每次说 这个你要这样这样打 你要这样这样打 他每次都问 我本来是非力士人 老对手的 我很熟啦 我知道我自己来 他不会 他每次都问 对 贵过的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总的来说 因为虽然虽然死了 他犯了虽然有臭 虽然死了 但神死非常恨待他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回到坟墓 到你列出那里 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只轻眼看见 这很大力 很低 再加上成 所以这一天我们看到的 第四阶段 其实 事故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事情 然后从这个事件 之后 因为感觉不成功 所以后面的四个王旗 估计是他们很快就进入王国的阶段 后面四个王旗 其实都是越西亚的尺寸 这个四个王旗 第一个王旗 已经很快就被把王给废掉了 后面这三个王都经历了三十倍 就是牛达有三十倍 每一王经历了一十倍 那这个四个王其实很有趣 就是你看看登基的次序 就是 这个里面就是 越西亚由四个儿子不改 长子、三子、四 但是他登基的次序是不一样的 反正最后一个第三个登基的不是四个儿子之间 是他的孙子 OK 生不登基之后 第三个单 然后又回到最后一个三子 就是西基加 西基加 最后结束了一个月 他真是这么一个三个学 那当怎么样呢 就是说当耶稣亚死了之后呢 当地的犹大国民 他自己 他没有听众 这个A级人 也是分布 他自己就立了 他的四个儿子成为 成为 就是 压史成为 来借铁他 他父母 当然 他上来之后呢 他记着毛毛之后呢 他无害就发现 A级人你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 那就把他给废了 废了之后 而且呢 就罚了 罚了 罚了很多的影子 最后呢 他带到A级 他就死了 所以第一罚很快 更常很快 被罚了 废了 然后呢 他立了 他的字 这是 约哈斯 约哈斯的哥哥 就是来做罚 把他改名叫做约亚靖 这个人的做罚比较长 做了十一年的罚 OK 那他开始呢 这个人的做罚呢 他显然就偏向于A级 A级他就 他上台就开始遵守 他就等于说是A级的词 他就开始为法罚 来征守了 禁宫的 给监察 而且不仅如此的 这罚呢 这罚呢 还打不为自己 打建宏伟的宫殿 这样白白做空 不给报仇 神御使呢 对他是 就是通过 耶利语宣告 必如霍降与他 他埋葬 仍然他这样 就埋葬 不一样 对他是非常的 就认为他 是非常的卑鄙的 这个时候 耶利语就开始做很多的警告 对于 优大人做很多的警告 除非 彦宏伟应该 用到 业不杀人 和其中生 一定会被 避免 做一个预言 当然 耶利语 其实 耶利语 这个先在做预言的时候 他其实 他其实造了很多的反对势力 反抗 你觉得 反对者的 反对 特别呢 他想这个预言之后呢 就有人要处死他 后来呢 通过移民人的导手 他们也被处死 其实在这个之前也有人说过 类似预言 结果呢 被越来越厉害 撒死他 那这时候我们要回到 国际情商来看 那个北部 北部呢 就是外光国 局势一段 变化 整个变化呢 就是巴比伦呢 在那个地方呢 越来越强 然后呢 进封雅 雅塑 然后呢 最后在 在612年 这个时候呢 雅塑 他就进入 大山了 就是首都 因为 之后在609BC呢 就击败的雅塑 雅塑就被亡 就巴比伦就开始称化 在612年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有 严格拉宏 和西方亚塑的运营 在里面 所以当初情况 其实是巴比伦 连和马戴的 同时呢 把计划 雅塑 然后呢 就不断地继续往南挡 又往南挡 当然在往南挡的时候 他可能说 其实都是小国 对他来说是不堪一级的 最主要对头是A级 一直往一条打到A级 最后呢 三年之后呢 他就是击败了A级 在击败了A级的功能 他乘身呢 就轻微游打 就是钉鱼 游杀 这就是所谓的游打 第一次被武 就帮了在606BC 当初情况是这样的 这也是这样的发生 那时候呢 有很多的被武 所以贝鲁其中 就丹一里和他三国 就那个时候贝鲁的缺 那贝鲁就被带到A级 后来我们知道 这丹一里是这个 生了陷阱 那么这个有三次贝� 第一次贝鲁 刚才看到的606 然后第二次贝鲁 9、7、3、4、5、8、6 这个三次贝� 那在贝鲁之后呢 就是 在贝� 第一次贝鲁之后呢 还是越阿丁作王那时候 但是呢 他就感动 不再去 因为A级那时候已经被击败了 他又重新的去乘乎 有巴黎的 尤达尔从此受到巴黎的控制 那这个时候呢 尤达尔在受巴黎的毒瘀了 三年之间 那时候尤达尔就充满了 不幸的疑虑 那个时候 就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这个神仑之民会 遭受这么大的一个状况 受巴黎的毒瘀了 哈巴狗树其实一部分就是探索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沈阳哥人的平德是 那这个时候后来 就是巴黎的 就是现在讲巴黎跟A级的关系 虽然巴黎把A级给打败了 但是后来巴黎的力量又开始 有一个势必起来 当巴黎又抢A级的时候呢 这个 利亚靖呢 他又转向了A级 等于说他反叛了巴黎的 放开 那这件事情招败巴黎的 一个暴徒 也就是带来了所谓的第二次被毒 那你从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 巴黎的 一开始巴黎的 以色列是从来建立的一块 尤达尔是出于这一块 关于他建立他的殊隆国 但是呢 就是正是因为 他是把A级给打败了眼光 那然后呢 当A级重新再 再恢复过来的时候呢 他又跟A级的结果 就重新靠下了A级 于是呢 就巴黎直接的对 以色列人 对尤达尔是来报复 这就是才是第二次被 胜过 所以是出于关系 但是 这个第二次 这个 以色列人 这个巴黎的过 对他们报的 就是所谓的第二次被毒 不是发生在 约尔金生贤的时候 而是 约尔金死后 约尔金结尾的时候 就是第二次被毒才来 就是在约尔金 八岁登记的时候呢 约尔金这个人 做了三月的报复 他同样是复活沈兴尼的遗忘 那当他成为一个登记之后呢 约尔金当初背叛巴黎的货 货在了财务 真正一个 捋到的一个大路程 是这样的 一个 时间关系 那巴黎我们那时 就是率兵 围困 刘沙尔 约尔金的众人 就出从来投降 而且呢 把他们都 旅走 到了巴黎去 夺住了圣殿 和王宫 和很多的保护 这件事 发生在5970 BC 就是所谓第二次 这个逐渐 除了约尔金之外 还有西捷 西捷最后去了 也被被捕之后 他去了巴黎 五年之后 他也成为大力 在巴黎生的天资 生命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第二次贝鲁 那现在就是从 第二次 我们看第二次贝鲁 和第三次贝鲁 之间有多少时间 11年 11年的时间 这11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说 很多犹太人 已经被贝鲁 到了巴黎 或者犹太人还留在 犹太人 那这些犹太人 大部分都不相信 王国是他们最终的结局 以为 这贝鲁是非常暂时的一件事情 只不过神要 要惩罚他们的影响 他们并不认为 是一个 他们需要做常见的准备 他们不能相信 圣殿 这么伟大圣殿 神为真正的外观 让他见到这个是他的圣殿 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 但是 先知 严利宜当时 和写人的被贝鲁 宣告他们做长期准备 因为 他们70年之后才能够 这就是他们的预言 当时有人反对 严利宜这样的说法 被贝鲁人中间的 也起码困难 不知道 可以停水 因为被贝鲁人之间 有他们的说法 严利宜有这样的说法 有这个预言 他不知道 是对的 露不清楚 以西捷就在这样的形象里做限制的 只能让他在巴谷的预言 由撒曼将会被围 就是他把这个限制的故事 为什么有他会亡国 而且一定会亡国 他把这个问题的限制出来 所以当时就是以西捷和耶利米奇斯两地 在不同两个地方做限制 来查看同样的信息 特别在以西捷书里面 他讲了神的荣耀 他在论证为什么犹大会被围 因为以色列被神祈绝 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 陷入他的身边 所以他就看到神的荣耀 他就看到神的荣耀 就看到神的荣耀最后离开了他的身边 同时他也说 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 神要亲自以色列所被围 那时候 神的荣耀再重新归回到神殿 这是西捷水源 比如主席在这里 所以我们再看 约尔靖 约尔靖这个人 我们重新看到牌子里面 他不是约尔靖的儿子 他是一个圣子 他是约尔靖的子 他最后也死了 他最后也下来了 他是尤大王里面最后一代 就是被王主 最后一代人 后面他继承当的那个人 其实又回到了 约尔靖的山子 就是那个西里加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 他的结局 是这么一个问题 首先从耶稣的架头以后 看了一件事情 比如说有很多 两个王位跳过 约尔靖和约尔靖 约尔靖和他兄弟 其实就是约尔靖和西里加的两个人 然后后面就是沙拉姐 就是西里 约尔靖的后代 是这么过来的 约尔靖其实就是约尔靖 约尔靖在这个先知书里面 约尔靖的先知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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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尔靖的后裔 约尔靖的先知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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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后来从戴上上面 我们就看到他有很多后代 其中一个就是萨拉姐 萨拉姐在耶稣的架子里面 就紧接着他后面 所以是说所有的后代都不再能够在大卫的王位上 一直要到将来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大卫 从大卫开始从王位一直一带一带 到约翰京stop 就没有人能够在做 他们其实以色列人一直在派 一直在等待他们所谓的 以赛的犹太教 真正的以赛我们知道是有几种 在中间没有再有一个民主英雄 或者一个实际的人能够成为他们 在大卫上、王位上继承下去 是这样的 所以在巴格林家 约翰京旅走之后 他又立起他的三级 又立起他的叔叔 成为登上的王位 同时把他改教 改名叫做西里教 然后西里教 在约翰京都做了11点时间 他也是一个恶务 当时 耶利米曾经是有很多话来劝劝西里教 但是西里教不听 所以这时候大卫 就是又大卫不过 其实很快就会认识 真正认识过 面对巴格林市里的西里教不听声 接着耶利米所说的话 他还是跟亚述 他跟着A级的结盟 绑派巴格林 最后 他好像是要靠着巴格林下退 维护耶稣撒的巴格林军队 但这时候 借着耶利米尼参观 巴格林的军队 是能暂时的忍住 巴格林总继会再打过来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我们把他们的关系 再重新从这个表面看一看 当作与以色列的这个关系 就直接的引来巴格林的报复 其实这就是第三次贝� 这第三次贝� 使得严重性就是 力度大大的大于前面两次的贝� 所以巴格林王终于这五把 五把六把的时候攻陷了耶稣 并且把西里教他们压去 压去 他攻陷之后就把城队 封烧这个城 就是夺走的 由大百姓的身边一切的保护 并触别了与西里教有关的一些灵秀 于是呢 这第三次贝鲁的严重性就是 由大百姓去车队 进入这三次贝鲁 这三次贝鲁 那我们知道现在书里面很大的 现在书叫做 严利尼埃克在农天 不绝活写着 就是耶稣 列国的冯烧 这种可怕的境遇 在严利尼的脑海里面的印象有深 他们自己痛苦尽致的 把他们扔出来了 看到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亡过之后呢 其实这个由大就变成了巴格尔的一个省 他就立基大利成为一个省长 但是这个人很受欢迎 很快就被人杀掉了 于是了由大人 很多很多犹太人逃到埃里去了 这个由大人被围之后呢 严利尼却得到了巴格尔奖的礼遇 他要去看魏龙龟 所以他这个反而巴格尔对他 他比较客气 他安排在这个省长的家里面 巴格尔呢 其实让严利尼自己选择 你要留下来自己这个由大省长 或者到巴格尔去都行 但是严利尼就选择留下来 他要继续扶持上次的百姓 后来因为由大百姓遭遇 他预料成不知道如何处复你 前来求救于这个严利尼 但严利尼在领测省的时机之后 劝他们就要留在严利尼 不要在严利尼去 继续留下来 但是很多百姓不听 而且他们要跑到严利尼去 而且把严利尼同时拉到严利尼去 有一点时间 就下一次 就是在过程中 有一点时间讲一点点的 提升了利尼智 然后很快我们就回到 背部归归这个事 历史上来 继续说我们讲的 怎么样